就马上开始我们第一场议程 那我们第一场议程的话是web3的产业的技术现况 那今天的讲者是李玄 李玄的话他从2015年开始参与区块链开发 然后2017年加入Cobinhood担任技术副总 参与开发交易手和底层公链 2019年创办Blockto 专注把区块链技术发展广大推入大众市场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欢迎李玄 大家好 我是李玄 我今天主要会介绍的是区块链的技术现况 那主要是有两个目的 就希望你大概听完之后可以了解现在 在这个产业里面现在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还有像是如果你之前可能 2017年有碰过一些区块链 那现在跟当时其实也有蛮大的改变 那我也会让你知道说 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大概发生了什么 大概有发生些什么样的差别 好 那我先快速自我介绍一下 我自己本身是电机然后资讯背景 就是电机系然后后来是念资讯主 那开始工作之后也是一直都是在软体产业里面工作 那在2015年的时候接触到 其实在那之前就有稍微碰过一些了 我脱个口罩好了 好 其实在2015年之前就大概有碰过一点区块链 然后加密技术 因为我那时候做的是 我那时候实验室做的是AI 然后隔壁实验室就是密码学实验室 然后那时候就会在大概2012年左右 就是在想说 比特币看起来蛮有趣的 那我们来挖一点矿 所以就是那时候用实验室的电脑也是挖到了一些比特币 只是毕业之后也没有就是 那个时候就想说好玩 然后只是想说参与这个共识 那毕业之后就电脑也就放在那边 然后那私钥也没有带走 然后现在 当时应该是有 不是个微数科吧 就是可能几十颗比特币 对 那后来毕业之后才想到这件事情 回去的时候发现那台电脑已经被 就是报销了 那个已经用太久 然后那台电脑已经报销了 所以就那死钥就已失了 有点可惜 错过了一个提早退休的机会 那不过在2015年的时候 重新再接触一次区块链 那主要是觉得 以太坊它结合了蛮多的 原本在Computer Science里面 比较偏向 很techy 然后比较偏向理论的一些领域 例如说密码学 例如说 分散式系统 或者VM 结合在一起 结果提供了一个还蛮有价值的 就是potentially它可以改变 人类互动的方式 或者决策事情的方式 所以觉得这个对Computer Science背景的人来讲 是还蛮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开始在里面做一些side project 那真正正式用 就是professionally加入区块链产业 是在2017年的时候 就是加入曾经还算蛮有名的一家 区块链技术公司 Copernhood 然后发现台下其实也有一些 当时认识的人 或者是当时的同事们 对那 不过当时做的是交易所 还有这个底层公链 那所以我们其实跟全世界的很多的 不同的区块链技术项目都有一些合作 那当时是觉得在2017年18年的时候 底层公链的效能 不足以支撑这些项目 他们宣称想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他们宣称想要提供的功能 对所以在 那时候就想说 安娜我们来做一个更有效率的公链好了 做了一个dexson dexson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到每秒钟 一万两千笔交易 那大概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一万两千笔交易在2018年 即使到现在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不过很可惜 大家如果有关注过去的这个 新创的这个产业的变化的话 可能有听说Copernhood这家公司 后来就解散了 在2019年的时候 那解散了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前同事 还有包含我的co-founder Edwin在那边 那他是负责business 或是负责技术 那我们就觉得 其实我们还是很相信 这个产业 或者说区块链的未来发展 或者是未来的价值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这里面继续贡献 那2019年的时候 我们观察到市场上最大的问题 是使用者体验 所以我们就在 专注于解决 解决使用者体验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我们从 蛮久以前就一直看着 区块链一路成长 然后起起伏伏 到了现在 那现在大概是福的这个地方 对不过 所以就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的一些观察 好 那 如果你 这个过去一年 没有躲在山洞里面的话 你应该 有听过NFT 那 对 那NFT就是其实过去 大概从2020年底 开始就是 是一个还蛮火热的议题 那它交易量也是屡创性高 在 今年的5月1号的时候 单日的交易量 达到了780MD 那还蛮夸张 不过现在 就像之前的每一次的牛市熊市 每次的新的话题出来的时候 都会有各种 hive 那现在又落到了一个低点 不过这不是重点 就是这些高点低点不是重点 重点是 现在全世界人大概有很高的比例都听过NFT 就很高的比例都大概知道说 这好像是跟区块链技术有关 所以很多人都有可能 听过有试图想要尝试区块链 或者是 已经尝试区块链了 好 那另外一个观察是这个 就是区块链产业的就业人口 的比例 在2020年的时候 有34.8%是 Software Engineer 那到了2021年的7月 变成29.7% 就Software Engineer变少 比例变低 不是变少 是应该说比例变低 原因是因为其他的 Role的比例变高了 就总人数还是变多的 例如说像Marketing 例如说像BD 然后例如说像Operation 的人数比例变多了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产业开始进入一个 比较成熟的状态 就是在一个产业比较早期的时候 特别是一个比较 软体技术产业 比较早期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你as a software engineer 你想到一个什么新点子 然后你做出来 你就可以推向市场 有点像是可能 网继网络早期的时候 然后你可能就是想说 我想到了一个演算法 然后这个东西 可以帮助大家 更有效率的搜寻到 他想要找的东西 那这个演算法 Alone就可以变成一个产品 可是到这个产业 慢慢变得更成熟的时候 你光是有技术 不是完全够的 所以你需要一些 supporting的方式 像是行销 像是BD 来去就是帮助推广 所以其实这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个产业开始 慢慢变得越来越成熟 好 那就时间线来说的话 我觉得在区块链里面 大概发生这几件事情了 第一个是2008年 这个比特币白皮书跑出来 然后就开始 应该是在2009年的时候 比特币就上线了 然后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 他开始找到 他第一个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用来当作支付的工具 特别是那种 比较见不得人的支付的使用场景 例如说暗网上面的这些交易 所以他后来也留下了一个 还就是比较有争议的这种印象 可是其实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应用在很多的领域 只是最一开始 最先被拿来用的一个大规模采用 是在暗网上面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以太坊出来 其实在2015年之前 有很多其他的类似的这种 distributed ledger 就是这种分散式激状系统 像比特币一样 可是以太坊想做的事情 是说我想要用一个 在这个分散式激状系统上面 加上一点programmability 就是我想要可以在上面写程式 如果每次做一个新的功能 我都要做一个新的链的话 那这样子很显然就不符合这个效益 对吧 就是我就要一直做一个音乐分享链 然后做一个专门支付的链 然后做一个例如说可能数位收藏品链 那这样子其实可以想象到 它效益很低 然后有太多的重工 所以在以太坊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那我底层的这个公式机制是共用的 可是上面你可以写程式 任何东西你只要可以用程式码写出来 你可以写成一个smart contract deploy到链上 然后让你的business logic 是用这个smart contract来定义 所以就可以所有人一起共用 同样一套基础建设 那在2017年就是这一种机制 就找到了第一个 蛮不错的应用场景 就是ICO 那个时候大家 以前发币你要做一个新的链 在那个时候之后 发币就是你只要deploy一个smart contract 到以太坊链上就可以发一个新的币了 所以大家发现有利可图 就跑进来发一堆 有些很有价值 然后有些乱七八糟的币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 DeFi就是去中心化金融 开始就是比较高速的成长 在2021年的时候 NFT开始高速的成长 那我觉得最 其中最 有把这个技术推向大众市场 大概是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2017年的ICO 跟2021年的NFT 2017年的ICO 让很多人大概了解说 大概听到虚拟货币 然后可能第一印象是说 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很红 好像你买对了币 就可以在什么 一夕之间暴富 半年退休 什么之类的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目光 不过真的能够参与到的人 还是比较少数 因为投资这件事情 不是所有人都会想做的事情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因为 好像可以赚到钱 进去投资 可是这毕竟不是就是 所有的mass market 所有的population都会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可是2021年的NFT 它可以应用的场景 有再更广一点 变成数位收藏品 或游戏道具等等的 都可以用这个机制来达成 然后提供一些额外的价值 所以就大家更容易理解这个东西 所以这两个时间点 大概是它两次获得很多新用户的时间 那不过今天是在Costco 所以会讲比较偏向技术一点 所以从这个当时就2017年到现在 技术上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改变 那我觉得总共有三件事情 一个是在2019年左右 其实在那之前就有就开始 在2019年左右开 就比较有一些高效能的供电上限 也就是说以前大家会觉得 这个区块链是很效能低落 然后手续费很高 然后不能支持太多的交易 在2019年之后 这其实已经有点慢慢改变了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高效能供电的 option可以让你选择 在2020年之后 就是这个Smart Contract本身的model 也开始发生一些改变 因为以太坊它在2015年出来的时候 它算是一个第一个先驱者 那其实它不一定知道说 就是以后大家会拿这些Smart Contract 来做什么事情 需要点时间尝试 然后让这个市场大家去 try try看 那所以它最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它的 如果有写过Solidity的Smart Contract的话 你会知道它其实写起来 好像大概跟JavaScript很像 然后它可能下面存储资料的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毕竟下面的资料存储 是放在区块链上嘛 所以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可是就整个对于就是程式语言 然后还有这个你使用它的方式 其实跟中心化的系统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可是这件事情大家慢慢地发现 其实对于区块链 我们需要一些新的 不一样的Programming Model 那这也是大家在2020年 大概摸索出来 开始有一些新的Solution 然后在2021年之后 因为这个就是套用的使用情境 其实发生了改变 所以使用者体验的需求 也发生了改变 以前这些东西就是只求能用就好 就是钱包能用就好 然后这个DR能动就好 我可以跟这些这个智能合约互动 甚至我直接去 就是我直接可能用Command Lite 然后去跟这些智能合约互动 反正它有在运作就OK 可是慢慢地这个东西 推向主流市场的时候 使用者就不单纯是这些 很懂技术的人 所以你必须要让它的 这个使用体验变得合理 然后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习惯 还有预期 所以大家主要的这三个改变 好 那第一个这个 performance的部分 其实从2017年到现在 有出了很多新的链 或者是新的Layer 2 所以像比特币 以太币到现在 其实一直还是差不多这样子的 数量级就是 每秒钟比特币大概是7笔交易 然后以太坊 每秒钟大概是20笔交易 那你这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不太能真的用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 对吧 就是举一个Visa当例子 Visa在 它只是一个支付系统而已 那它在比较离风的时候 每秒钟处理大概是数千笔交易 就全世界大概有这个 每秒钟大概有数千个人 或者是什么 就是在透过Visa 然后进行支付 然后它到巅峰的时候 它每秒钟可能要处理到 几万笔交易 那每秒钟20笔交易 相较之下简直是不堪实用 对吧 所以你如果就 如果你想要提供这个一个 作为一个支付系统 至少要达到Visa的成绩嘛 可是而且以太坊 想要做的事情 又不只是一个支付系统 支付系统而已 它是一个 算是一个 你可以写 去中心化 程式的一个 platform 所以它应该要能够支撑的数量级 是远大于这个 可是原本还没有 那现在慢慢的 有一些新的链出来 然后或者新的layer2 protocol出来 其实就可以接近 或者是超越Visa支持的这个TPS 这种数量级 对那像前阵子的这个效能王者 应该说现在应该还是效能王者 Solana 虽然说它可能发生一些bug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停机 不过它效能还是OK的 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它已经可以做到 就是每秒钟数万笔交易了 就是在实验环境之下 那还有一些新的链也是 就是持续试图挑战这个宝座 对所以其实现在新出来的链 已经可以有机会用在 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了 所以如果你在2017年接触 然后就一直留着 就是说这个区块链 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 然后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技术的话 现在其实已经不太一样 好然后再来讲一下这个以太坊的smart contract 这刚刚稍微有提到嘛 就是以太坊刚出来的时候 它是就是想要做一些尝试 想要在这个共用的这个底层架构上面 可以去写不同的这个商业逻辑 写不同的这个smart contract 那可是大家一开始其实没有不太确定说 就是这个到底会用在哪些领域 那现在大家知道了 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你真的要把资料存在链上 其实是一个比较成分比较高的事情 比起你存在中心化系统 因为同样一份资料 你就必须要可能被很多不同的节点验证 也就是说这些资料会被很多不同的节点都 持有一份 那所以它的存储成本就高了蛮多的 那所以你真的会存在链上的资料 大概就是一些高价值的资料 你不会例如说你想要做一个游戏好了 结合区块链的游戏 你不会把所有资料都存在链上 例如说用户往前走几步 然后往左转之类的这种东西 你不会想要存在链上 因为这不是那么有价值 它只是一个操作过程而已 你会存在链上的资料是 用户现在得到了多少的钻石黄金 或者是它得到了什么道具 这种资料你会存在链上 所以在链上处理的东西 其实是有一些特性的 就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 represent一些ownership 可以吗 那可是对于这些有价值的资产 或者对于这些ownership 原本的smart contract处理的方式 并没有对他们做一些特化 它存你的资产的数量 例如说你有一些数位货币 USDT 美金稳定币 那它存你USDT余额的方式 跟存你可能星座写型的方式 是一样的 星座写型你不小心写错 你就把它改回来就好了嘛 所以无伤大雅 可是那个余额你写错 就有可能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有可能会造成就是 合约的里面的资产被害 或者是你的资产遗失 等等的问题 那所以这两个 显然不应该是用同样的方式去梳理 资产应该要有更强的这种保护机制 那原本的 Ethereum Smart Contract并没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 所以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新的这种 不同的Programming Model 然后提出一些不同的技术 那因为这里是比较Introductory的分享 所以就不会讲太多的技术季节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在313区块链鬼那边 我有另外一个分享 是讲Resource-Oriented Programming 是讲这个Facebook DM 还有现在改名叫Aptos的这个Programming 那有兴趣可以来听听看 对那总之这些新的链 它就提出了一些新的Programming Model 去解决这种 大家对于资产的处理 或者是说它可以加强这些 智能合约 处理平行运算的可能性 那这个东西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 现在新加速来东西 那这个东西 其实以区块链的使用情境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它主要提供的帮助是安全性跟效能 就是有了这些Programming Model改变之后 其实在安全性跟效能上面 就可以有很大的提升 然后再来更大的一个就是Driving 把这个区块链推向主流市场的一个Event 就是去2021年去年的NFT hype 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 大家可能有听过的东西 例如说NBA Top Shot 它在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上线 然后创造了还蛮不错的声量 然后所以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NFT 可能是因为NBA Top Shot 因为它其实replicate一个 原本大家在现实生活中 就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收藏球星卡这件事情 你本来就会收藏一些棒球卡 篮球卡 你在一个球星 他还没有那么有名的时候 他rookie的时期 你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赞 那我先收集他的卡 等到他哪天变成 这就是Steph Curry LeBron James的时候 你这个rookie卡 可能就很有价值 对那这件事情 如果坐在区块链上面 能够让这些交易 能够让这些replicate变成更流通 然后更容易利用它 然后你也可以 因为它本身已经是digital 就是它已经是资料存在链上 你更容易把它整合到一些 可能线上游戏 也就是说当你持有这个NFT的时候 你可以去使用这个NFT里面的角色 或者什么东西 去在游戏里面获得一些额外的价值 那这个东西是实体的棒球卡 篮球卡比较做不到的 那类似像 他把这个概念就是 开始推向主流市场 所以像是美国那边有一个 Saturday Night Live 就是一个算是什么 喜剧节目 时劲秀 然后就是 常常都会找一些这种 搞笑艺人啊 或者是这个喜剧演员 来上海 到这个Saturday Night Live 里面分享一些东西 那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NFT就开始进入Saturday Night Live 他们就 好像连续了几周都 讲跟NFT有关的话题 就是在 分享这个现象 或是 就是比较幽默的方式 去嘲笑这个现象 然后之后 前阵子有一个 也还蛮红的Steppen嘛 然后还有 前阵子有一个很像 那个荒野乱斗的一个恋友 叫做Thetan Arena 那因为这些 应用的出现 其实大家都发现 其实过去 这种区块链上面的使用体验 已经不堪使用了 就是这种很techy 然后我创建钱包 我要先 rendering 产生一个 十二个字的注记词 它是你的Cphrase 然后你用这个Cphrase 去跟区块链互动 如果你这个Cphrase 不小心搞丢了 那你可能以后就 access不到你的资产了 如果你这个Cphrase 被hacker偷走了 那它就会可以 动用到你的资产 它可以假借你的身份 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大部分的这种新手用户来讲 是非常的难以接受 也就是说这些应用 就它想要打的新手市场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阻碍 它就很难rich到这些用户 所以对于体验的这个要求 也就发生了一些改变 那这是以前 如果你有玩过Metamask 或玩过区块链应用的话 你可能就经历过这个流程 你要先创建钱包 然后你要备份私钥 然后搞懂说这个私钥 这个十二个英文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之后开始想要使用这个应用 发现啊 不行 你要先去买一点虚拟货币 买一点以太币 才能支付这个链上的手续费 因为区块链是一个 很讲究去中心化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每个人就是 你每一笔交易都是要自己负责 没有人帮你operate这件事情 所以好那你要去交易所 买一点币打到钱包里面 然后买币之前 你可能要先过KYC 然后这整个流程可能搞半天 就是可能要来几个小时之内 才能完成 那大部分的用户可能想说 我一开始就只是想要 买个NFT而已 我就想要买个Crypto Kitty而已 搞这么复杂就算了 那就放弃 所以这整个conversion rate 其实很低啊 就是大概低于5% 就是只有低于5%的人 真的愿意走完这整个流程 然后做到最后 他一开始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就是BlockTool存在的目的 我们想要解决就是这个问题 就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个 onboarding的process 变得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提供的体验 是类似像这个样子 这个是CNM Vault 那他整合了我们BlockTool钱包 所以用户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就只需要用email跟OTP code 然后就可以创建一个账号 结束了 我每次都想要 这个slide我大概讲过几次 可是我每次都想要在 就是他播完之前 然后介绍完这个流程 然后大部分时候都会失败 对就是 你只需要email 然后你只需要OTP code 然后就可以创建一个账户 那最后你就可以用这个账户 这个看到右上角有一个 0x166什么什么 这就是你的地址 你就可以用这个账户 去跟区块链互动 你就可以用这个账户来存 NFT 然后发送交易等等的 那当然这个东西 一开始是一个比较中心化的体验 就是说我们先用 我们建在GCP上面的 这个key management service 去帮你保管私钥 可是当你慢慢地 累积了更多的资产 然后钱包更有价值 或者是你更了解区块链 就是去中心化的精神之后 你还是可以把它转换成 一个去中心化钱包 就是你还是可以用 这个比较传统metamask的方式 去管理你的这些私钥 可是那件事情 不应该在第一天就发生 在你还没有资产的时候 你其实根本就不在意 就是安全性 或者去中心化 或者你自己有没有管理私钥 你就是想要快开始使用 那当你有资产的时候 你才会开始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这才是我们觉得 一个比较合理的 onboarding的process 那也因为这样的process 我们根本还蛮多 就是想要面对 主流市场的这些应用 有合作 像在台湾的话 有像是Yahoo 然后前阵子有GoGoro 然后现在我们也有在 跟Line合作 那我们也跟很多的 底层公链合作 也跟很多国外的应用合作 其实大部分是国外的应用 在台湾反而稍微少一点点 好 那这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 钱包服务是 它是提供两个阶段 它可以是先 先是用custodial 就是先用带管 带管的方式 我们先在GCP上面 透过我们的KMS 然后帮你 管理你的私钥 让你可以去跟区块链互动 那可是在你变得更了解 这些机制之后 你可以用我们的APP 或者是我们之后 也可以提供一些其他方式 让你去locally产生一把新的私钥 然后去拿回这个 我们原本帮你带管账户的控制权 那在那之后 你就变成一个完全的 去中心化账户 你完全自己管理这个账户 那除了这种纯web的体验之外 我们其实有提供不同的这些入口 有web SDK iOS Android SDK 跟Unity SDK 也就是说这个钱包功能 我们把它变得简单之后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SDK 变成一个sus 然后把它 让它可以被整合到 别人的mobile app里面 或者是别人的Unity game里面 那对于用户来讲 它不需要去下载额外的东西 它就是例如说刚刚那个 Thetan Arena-like的那个application 它就直接去下载那个app 然后所有的这些流程 它都可以在那个app里面完成 那跟区块链互动的部分 是powered by us but其他的东西 其实你是可以很无痛 然后很seamless的去使用这些 based on区块链的应用 那这是我们觉得 接下来比较大的几个机会 第一个是web2的这个转型 因为其实大家都意识到 其实web2现在发展到现在 也已经差不多饱和了 就是能做的事情就那些 那大家有几个公司 就开始想要往web3 去做一些尝试 因为例如在web2里面 你要做一个游戏好了 你想要做一个ready player one 这样子的世界 那这件事情很难发生 因为所有的游戏公司都希望 自己是掌握这个ready player one 这个世界 就是一级玩家 这个绿洲这样的世界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掌握的情况之下 就是没有人可以掌握 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参与 别人创造的世界 所以最后就是 那大家每个人各搞一个 然后最后就不能互联 很可惜 所以区块链是一个potential solution 就是说我一开始就知道 这个我让出的力是什么 我获得的价值是什么 那让不同的这些IP provider 不同的游戏公司 有机会可以 共同创造一个世界 然后来去分享这些游戏里面资产的价值 所以我们觉得这几个领域 就是web2的转型 游戏跟社交会是web3 接下来可能在半年一年里面 发展的很大的几个重点 那这里面都会很需要 好的user experience 那分享到此结束 那我们在312 312就是有我们的团位 所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团位来 就是再多聊聊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加入 我们的blocktoe开发者社群 然后接受我们的这些各种update 我们是blocktoe 我们的目标是让区块链变得简单好用 感谢大家 那我们谢谢那个李玄她的分享 那我们开放一个提问 有人有问题吗 有吗 哦好 那等一下 你好 就是我想要提问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公链开始越来越多嘛 所以当你使用很多区块链的时候 会导致你的资产开始散落在各个公链上 那接下来就会牵扯到跨链的那些问题 然后也会影响使用者体验 不知道你对这部分有什么想法这样 我有点怀疑你是不是暗装 没有 不是 绝对不是 这个完全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blocktoe这边 其实我们讲究的是一个使用者体验 那 所以我们其实支援的 我们支援蛮多的链的 刚刚没有特别写出来 可是我们支援像是以太坊 像polygon 像是b&b track 然后flow solana等等 那你有碰过一些 你就大概就知道 其实每个链的运作机制都不太一样 它账户的运作机制不太一样 然后手续费计算方式不太一样 那我们的其中一个好处是 我们不管是哪一个链 我们提供的开发者体验 跟使用者体验都是agnostic 就是chain agnostic 就是你用起来是类似的 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一点 是因为我们在每个链上面 都会做了一层的 这个smart control wallet layer 然后让不同 原本不同链上 不同机制的这些 就是各种不同的链 用起来是类似的 好那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先让链在使用上的感受差异变小 之后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跨 就是整合一些跨链的服务 所以在我们钱包里面 其实我们不太强调链这点 在大部分的钱包 你在做任何交易之前 你首先可能要先选链 就是你现在是在跟哪个链互动 甚至你有些链就只能支援 有些钱包就只能支援某一系列的链 例如说metamask 只能支援EVM系列的链 然后phantom就是for solana 在我们这边的话 除了就是支援多链之外 你在用这些资产的时候 你感受不太到说 这个资产其实是在哪个链上 例如说在我们钱包里面 USDC USDC可能有solana版本 有flow版本 有ethereum版本 其实用起来都是非常类似的 然后再来我们会让这个 就是bridging是变得就是 也是无感 也就是说你在我们钱包里面 你可以就是把一个资产 比如说flow 抽肯好 你现在想要去solana上面去 买一个新的NFT 那所以你需要solana上面的资产 你可以直接convert成solana上面的资产 底层其实可能经过了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它可能先经过了flow上面的一个dex 然后经过了某个跨链协议 又经过了solana上面的一个dex 最后换成那个solana上面的那个资产 可对用物来讲 它不需要了解这些事情 它就是说我有这个资产 我要这个资产 你就帮我换就对了 那这是我们想要提供的体验 那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程就到这边结束 我刚刚有看到还是有其他人举手发问 那我们就再到blocktoe的餐位 就是再找讲师询问这样 那我们就谢谢李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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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